欢迎加入洋葱物理共学第八周 上周谈完融化与凌固后 这周要用四个影片谈气化与沸腾 先认识物态变化中的气化与液化现象 接着从主沸的开水中来认识水的沸腾 并进一步认识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沸点的改变 最后认识一些不同物质的沸点 以下我就为大家快速导读一些片段 在气化与液化中用实验来直观呈现气化与液化的变化 将装着液态的酒精的袋子放入热水中 可以看到袋子立刻鼓掌 而将袋子离开热水降温后 袋子又立刻消退 在沸腾现象和特点 洋葱从喷热的技巧烧开水开始弹琴 从烧开水的过程带领我们去认识沸腾这个现象 也就是水不断冒泡的这个过程 而此时保持不变的温度就称为水的沸点 在影响沸点的因素主要探究气压对沸点的影响 利用抽击机可以看到原本70多度的水 在抽击后竟然沸腾了 而在密闭室管中因为压力变大 所以加热到100度仍然不会有沸腾的发生 在不同物质的沸点中用一个网络影片来探究 为何手可以放入滚烫的油锅 接着再来探究其中的原因 原来里面装的不是水 而是沸点只有40度的5伏丁环 并介绍了酒精的沸点只有78度 而液态氮则低到零下196度 以上就是本周关于沸腾与沸点的物理导读 下次看到滚沸的热水 也欢迎分享你所学的知识给身边的朋友